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国际七人篮球赛又来了 色体肯定是看南看台 七篮很大机会最后一年在大球场上演 在南看台的球迷都珍惜最后吸引眼球的机会 有球迷就说不舍得 有球迷就说不舍得 有观众说现场气氛未算最好 期望星期六日会升温 球场外亦一样精彩 有球迷专程来买周边产品 负责人说今年特别多外国顾客 生意亦都好了 香港酒吧业协会就预计 七篮会带动铜锣湾 湾仔以及中环一带的酒吧生意 会较平日多两成至三成 近大球场的酒吧 甚至可能会多四成至五成生意 香港电台记者李嘉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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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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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届香港流行文化节明天开幕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 这届有多项节目 又指流行文化能为经济带来效益 由康民署主办的第二届香港流行文化节明天开幕 其中一个重头戏 是名为天空草地的大型户外音乐家年华 由本地、内地和海外不同年代歌手联成演出 为期两日 还有这个重数经典电影场景的超时空打卡狼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支持时说 今届是第二届流行文化节 以也文也舞为主题 已经落实超过20项节目 包括舞台节目、电影放映 和专题展览等 李小龙、成龙、李廉杰、洪金宝、甄子丹 那么多位没打的明星 都成为了功夫的传奇 飞升国际 同时间文人也背出创意无限 金融的武俠小说 享誉华人的地区 顾家辉和黄瞻的音乐 至今仍然是经典 香港的功夫流行文化已经将电影、文学和音乐 几个不同艺术范畴融合起来 呈现出香港能闻、能武、活潑多元的流行文化 更为经济带来收益 他说创意香港今年和不同的业界持分者支持了多项创意文化产业活动 例如是全港戏院日 除了流行文化节 6月也会推出全新的中华文化节 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就说 希望当局在推广文化活动的同时 也推动发展体育旅游产业 文化方面其实都看到一直都在做很多工作 进展都看到开始有些融合的元素在里面 看看怎样可以能够将我们体育运动这方面的盛事 这个概念就不要停留在城市的概念 是怎样去打造我们体育运动的IP 以及结合旅游的产业 可以将它打造成香港做一个体育运动旅游的一个城市的地方 他说政府争取不同的大型体育活动落湖香港 加上启德体育员将会启用 希望政府把握好发展运动体育的机遇 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军报道 台湾花年星期三发生的7.2级地震 死亡人数增加到12人 仍然有超过600人被困 16人失联 当局早上在太老角精英酒店 用直升机救走9名伤者 台湾传媒报道包括一名港人 另外也在九曲洞救出多名被困的酒店员工 花年地震发生后超过48小时 搜救工作继续 在太老角警区 沙卡档报道一带 仍然有多人失乱 包括一家午口和一名独游女子 当局超过50人的搜救队伍 带同雷达等次备 以及搜救犬在警区搜索 朝早是一柱石队 发现一男一女被压住 分别上半身和下肢被压在石块下方 心块功能已经停止 没有生命迹象 至于警区内的太老角 精英酒店和活动中心 有超过600人被困 当局朝早派出空勤搜救机 空头400公斤物资 包括面条等 之后又用直升机救走9名伤者 台湾传媒报道包括一名港人 有酒店员工说 星期三在上班途中遇到地震 员工车被窄 被困在九曲洞的隧道内 救援人员朝早途步走上山 成功救出9人 其中一人因脚伤没办法行走 那个声音好久没有停 原来是炸弹 然后想想好久 我就不知道要干 我放掉 我就坐在那边一直祈祷 一直祈祷 至于在地震中严重倾斜 在花莲的天王星大楼 也都开始拆射工程 当局利用钢梁加固 完成前置作业后 由玻璃幕墙开始处理 拆射范围会由高处基地台 和水塔部分逐一往下拆除 预计需时大约两个星期 有居民希望 在拆射前返回大厦内 拿回个人物品 不过当局认为大楼倾斜角度大 禁止受灾户日内拿取物品 不过会将物品统一集中 再由灾民认领 会以拆除的安全和民众安全为优先考虑 当局也都派出检测官和工程师到场 理清是否涉及人为疏忽 也都要逐段保存钢筋完整性 确认钢筋数量 判定建造的时候是否合乎法规 花年星期三早早发生地震后 已经录得超过500次余震 凌晨的余震规模达到5级以上 气象部门认为 余震慢慢出于一个稳定状态 估计其后的余震 不会超过主阵规模 香港电台记者 林家平到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在广州和访华的美国财长耶伦会面 何立峰说希望双方在两国元首 三藩市会晤的基础上 取得新的互利共赢成果 为两国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在广州和到访的美国财长耶伦会面 耶伦就说 这次是两人一年内第三次会面 体现沟通的承诺 两人成立的工作小组 也是多个重要和困难的议题上 取得进展 耶伦重申 中美贸易必须公平 美国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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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两国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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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伦早前也和广东省省长王偉忠会面 他提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担心 中国工业产能过剩问题 可能导致全球日出效应 耶伦出席中国美国商会活动时解释 中国对制造业的直接 以及间接支持 与国内发展目标有关 不过这些补贴导致产能远超国内需求 以及全球市场承受能力 可能导致大量低价产品出口 令供应链过度集中 对全球经济弹性构成风险 他说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一直存在 不过最近进一步加剧 强调这种担忧并非反华政策的一部分 而是为了减轻导致全球经济混乱的风险 耶伦星期六会和何立峰举行第二轮会谈 之后转到北京 星期日预计会和国务院总理李强 财政部部长南佛安会面 而在耶伦展开访华行程之際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黄秀文 应美方邀请在星期二至今日访美 和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拉过 共同主持召开中美商贸工作组 第一次副部长级会议 就落实两国元首规悟和近期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 就各自关心的商贸政策问题 以及两国工商界提出的具体商业问题 进行了客观理性专业务实沟通 商务部表示 而黄秀文重点就美对华加征关税 泛化国家安全 制裁中国企业等问题表达关切 双方同意两国商务部愿同双方企业保持密切沟通 而认中方邀请拉过将会在下半年输团访华 和中方共同主持中美商贸工作组 第二次副部长级会议 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先休息一会 下一节会报道 本港警方和多国警方 采取联合拘捕行动 打击儿童色情物品 其中香港警方拘捕了13人 每一年都有想像过 吞路跑出来 每次想到都会起鸡皮 航台满了 全部在香港队的时候 你的气氛是这样的 在其他比赛场里找不到 接下来, 香港7月4月5至7日 在香港大球场 支持我们香港七人篮球队 支持香港篮球队 一起康复吧 旧情人难分 前陈事难解 为救病危的亲生骨肉 离儿夫妻再次卷入命运的船祸 秦号 任数值 风雨同舟 国剧830 亲爱的小孩 4月9日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35分 港台电视 30日 本港警方和多国警方 采取联合拘捕行动 打击儿童色情物品 由2月底至上月底 合共拘捕272人 其中香港警方拘捕13人 当中一人是主要做管理工作的 其中一人是 教职员 他亦涉嫌促至未满18岁人士 製作色情物品 已被学校停职 初步看到的资料 是他单独犯案的 刚才的手法 其实也跟大家提过一下 这位被捕人士 就是他单独 在网上 透过不同的社交平台 去密释一些 猎物 一些未成年的儿童 其实就是投其所好 喜欢跟他们谈一些 他们喜欢的话题 令到博取了他们信任之后 讲讲一下 就会用一些原因 去引诱对方 就是去发放他们自己的裸照 或者性感照片 警方初步调查显示 当中未发现有任何本地受害人 行动中警方检获一批电脑 智能电话和外置储存装置 全有超过900份儿童色情物品 另外警方去年共录得 63宗儿童色情物品案件 当中大约七成 犯案人和受害儿童 是透过社交平台 交友情色 或者网上游戏等认识 一名十二岁的女童 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男网友之后 短短其实是一个月内 他们已经发展成为情侣 然后再相约出来去见面 在见面方面 这位男网友就和这个女童 进行一些性活动 偷拍了这个小朋友的一些裸照 然后他就不断在威胁这个女孩子 继续去要求更多的性活动 其后这个女孩子因为受到 精神压力影响 结果就爆发了 有情绪病 因而揭发了事件 警方呼吁家长 必须尽力协助子女 养成良好上网习惯 培养正确的两性价值观 并且善用网络的过滤功能 避免子女接触不良资讯 香港电视记者林家平报道 港铁尖沙咀站 昨天有路轨出现裂缝 列车要慢驶 港铁华会分析故障 两路轨部件 有立法会议员提出加密检测 港铁就说有难度 港铁全湾线尖沙咀站附近路轨 星期四出现裂缝 列车一度需要慢驶 整体行车时间多三至五分钟 港铁说已经完成收复 并会将涉事路轨部件 送去实验室分析 一中也不多 其实在我们这个兆市路段 目前我们每两周 都会有一个超声波轨道探测车 进行路轨的检测 我们每三天都有目视巡路 拆了那件事 昨晚我们会送去实验室 再做一些今上的分析 看看里面还有什么的认知 有什么数据 我们可以再加强去分析 确保在这些事故发生 减得最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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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星期查一支的列纹 可以从hairline crack 变到开始都挺阔的 博士你都知道了 我现在的要求很简单 与时并进 现在只有你一间公司了 你将会变成一个星期一次 当然希望不会晚看 但是这个实际是有个困难度 因为晚上吊车 占用空间两小时的黄金时段 总有很多其他工程要用 但是正如刚才我回答 盧慧郭議員的问题一样 我们会用实时 现时列车行走 方方面面的数据 你要整体看看 怎样可以在有限的资源和时间里面 确保路轨的坚持性 不是钱可以搭够吗 你650亿 你就加多一些车 因为占用路轨的时段 和列车都需要一个安排 立法会铁路士仪小组委员会 亦都讨论港铁提升设施进展 有议员就要求 加快东铁线月台幕门安装进度 幕门设计 因为某个月台的弧度问题 的确技术性是困难的 但我觉得应该是解决的 而是令到你2025年底 前司争取完成的时候 是不是因为 因为晚上的黄金两小时 迫迟外了你施工的时间和正度呢 是不是可以早点收车 迟点开车 用其他工具去取代一下 对于有议员关注近一家旗 楼湖站人流极多 部分乘客不能下车 李嘉远说会视乎人流 加强东铁线班车 香港电台记者邱家威报导 教育局局长蔡若连说 大学学会会循序漸进调整 不会急于大幅提升 政府早前说 正检讨八间资助大学的学士学费 在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会议 有议员关注政府会不会增加大学学费 我们都觉得 也都检视了 考虑现在的政府情况 我们都应该遵守 当时大家都同意了 应该是以收回成本 18%的财政纪律 当然我们都会考虑家长 家庭的负担各方面的因素 就不会现在急于要去 在学费里面大幅提升 这个循序漸进 去年施政报告提出 要建设香港成为国际专上教育书楼 包括会扩大政府资助专上院校 非本地生的限额 由20%加到40% 也会在北部都汇区 发展北都大学教育城 吸引更多海外学术和研究人才来港 有议员提出关注 要建立成为国际专上教育书楼 一定是涉及一个金钱 如果他读完书之后 甚至像香港的学生 读完之后他就走了 那当然我们管不了他的 不过问题就是我们投资之后 我们都希望有收益的 如果没得收益的话 那这条数据真的算不上 因为现在都有一些院校 已经是表示会愿意落湖北都 但如果你十年八年之后 才有土地给他 到时可能整个市场环境 学科的发展又有些改变 变了他们的计划 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蔡若年说 2026年那阵 会有第一幅 位于洪水桥的土地 给自知远效 在吸引非本地生流港发展方面 当局已经调整政策 包括流港年限由12个月 加到24个月 研究生可以做工作实习等 有议员希望政府清晰交代政策目标和策略 北都应该发展科技 如果大学去我都应该给地方做科研 不是纯粹为他发展 收多些内地学生 目标那里我们都说得很清楚 主要是配合我们国家的十四五规划 香港八大中心的发展 一带一路大湾区 以至二十大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 我们要去吸引和培育优秀的人才 这个在特首的施政报告里面也交代了 他又说香港会全力推展 吸引一带一路完善国家 和东南亚的尖指来港升学 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军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 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 要求以色列采取切实措施 保护平民和援助人员的安全 美方会评估以方的行动 决定是否调整在加沙的政策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星期四 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 是日前以色列空襲加沙 导致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 七名援助人员丧生以来 两人首次对话 法官说拜登在对话中强调 不可接受襲击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行为 亦都不接受加沙整体人道主义局势 决定了 决定了 被问到一旦以色列不改变在加沙的作战方式 华府会不会取消军事援助 阿比就指美方的政策将取决于以色列 如何调整自身政策 他不会预告任何潜在决定 不过指 义方必须采取行动 应对平民死亡 希望在未来几日出现 有美国高层官员透露 奈塔尼雅胡在通话中承认 以军需要为世界中央厨房援助人员的死负责 并且向拜登保证 以方准备公布措施 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 外界认为 今次是拜登首次寻求利用美国的援助 来影响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不过华盛顿邮报报导 在世界中央厨房车队遇集同日 美国国务院批上张大批弹药移交易色列 国务院发言人说 有关决定是在车队遇集前作出 香港电视记者林家平报导